上一期聊了这个入门级市场和中端市场最近的一些情况 那今儿再给大家聊一下高端市场 我觉得高端的市场最近很多放了挺久的地 也都是陆续卖出去了 你像65号Victoria Road 37号Bocara都卖了3000大几 85地也卖了3300挂了很久的 然后24号Victoria Road更是卖到了7000万 那我觉得大佬们的想法还都蛮统一的吧 就是接下来这市场是看好的 所以这段时间去囤一些好的地是一个好的选择 包括最近也有几个比较大的sell 像69那Winola也卖了6900 然后70号Combara卖了61.5 最近很多人就开始议论说这Combara Road怎么能卖到这么高价 1300多的地 然后一个大houseGNC盖的 当然再仔细想想 你说6000多万的人就随随便便让人当冤大头的吗 所以前两天也算了一笔账 说实话这块地可能现在市值就要2400500万 它是Combara Road的一个最高点 然后建筑的话GNC有人说以花率1500 有人说花了接近2000万 换完之后大概成本应该是在4000万左右 按现在东区的行情 如果你盖出一个好房子的话 绝对是我一个额外的奖励空间的 这个可能跟别的区野是一定的区别 所以就是市值它应该就是最少4500 那给好奇人也看看里边都够早 看起来整个的感觉就是够气派 所有的房间该大的全都大 那先从进门这层开始说吧 乍一看这户型图 感觉可能还稍微有点老气 就根本还这么多墙分了好多屋子 那你仔细一看它刚进了一层 不包括凸出来这两块的话 长就14米多 然后宽有18米多 光这一层再加上凸出来这两块floor plate 就已经270多平 然后建议大露台最小也有670平 所以进门呢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旋转楼梯 然后呢右手边是个书房 带一个patter room 左手边呢是厨房和一早餐房 然后往前走是family room 之后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一个走廊 通向阳台的 然后右边是dining room 这family和dining应该是调个 可能它是随便写的 然后呢我还有一 sitting room 它的每一个房间都足够大 别忘了这光这一层就二百六七十平 不包括阳台 楼上是做了四房四位 主卧带了很大的衣帽间 然后一个非常大的淋浴 然后反正豪宅不畏的标配吧 光这主卧大概算了一下 不包括阳台已经十内七十平了 其他几个房间也最小都有三十多平 然后往下走的话 它楼下分为两层 进车的这一层 这个是DL看的 我相信它之后肯定还是加面积了 这么大一房子 只有这么两三个车位不太可能 肯定后来又挖了 这层的话有一个酒窖 有藏件 然后电梯 下到最后一层 这一层的话是职业通向泳池 和整个房子最低的一层 还有一个很大的洗手间 这样你不管是健身房 锻炼完了 还是游玩泳之后有个地方 然后下边呢 有一个六十平走的一个play room 那这个就是一多功能事了 做电影院也好啊 你做孩子玩地儿也好啊 你做楼下的一个barbeque 室内就餐区也好啊 这个房间和bar是联为一体 然后通向后院的泳池 所以这房子出了一算 加一几的话 肯定光室内有1000平左右了 再加上所有的阳台 泳池等等 FLV有一个高点能看桥看景 然后1000多平米的地 然后室内有这么大一个全新的房子 这就是它的稀缺性 和它最核心能溢价的点 很多人乍一看到这房子的价格 都觉得哇疯了 华人又把市场给抬起来了 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 这房子是可能溢价了1000左右 但是找这块地你需要花多长时间 找着这块地之后开始设计PDA再改 最少也要五六年 对于已经买了动这个价位的房子上来说 五六年的时间重要还是1000万重要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算的账 而且这个塞尾初 整个街周边整个价格都抬起来 抬起来之后 它这房子又是周边最好的 它这还是跟着涨 所以横竖不吃亏 就像ZIOTA设计的75号Bay Street Double Bay 人家光等这块地就等了七八年 之后连设计在盖又三四年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十一年 在有这种财富的情况下可以去等的 所以我觉得到这个价位的买家卖家 都尊重这游戏规则 而且我卖了我去住哪 再花几年时间再去找地再去见吗 我有没有这个经历 所以要卖的话一定是一个一家的 我觉得这就是东区的魅力所在吧 这些顶级的最好的房子 它可能已经不是一套house这么简单了 它更多的是一个艺术品 那假如说一笔加索的画 你今天卖6000万明天卖1 你觉得有毛病吗 那有人愿意出并且这东西谁看都喜欢 而且就这么一套 或者说其他地方找不到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前两天那个看了一个东区中介的采访 是一个别的区域的中介去采访他 就说这个涨息对房价 对东区的房价有没有影响 然后那中介呵呵一笑 说影响没看到 但确实很多买家把它作为一个去谈价格的工具 然后让我联想到了 好几次跟这些agent闲聊的时候都聊到了 就是当这个买家一进门就开始跟你说什么 未来还涨息啊 经济不好 这个买家基本就是一步靠谱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一套房子 也想让agent实时给你更新 然后重视你这个买家 尽量别去没事聊涨息的事 就是东区是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市场啊 有点与世隔绝 跟外边的发生的事情 还是稍微有一些区别的 接下来的一年对东区的业主们来说 还真的是蛮值得期待